我覺得這次再一檔 或者這次立法院 一定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因為我們現在對現在的法律 我們現在對什麼的司法 不滿意到了極點了 這一個戴著口罩被砍 然後還被挖眼睛 居然 你把人家挖眼睛 你把人家砍人家 只判八個月 好 我們先來講 如果你在同一個大樓裡面 然後你拉電梯 因為那時候疫情 有一個住戶口罩沒戴好 你好意的提醒他 結果他拿出了凶器 然後對你又是勒吼 又是 砍你的脖子 然後又去挖你的眼睛 最後弄到你的太陽穴 這個東西也不嚴重 這東西很嚴重 連檢察官都說 這個東西太可怕了 結果檢察官用什麼 用殺人未遂 然後起訴之後 希望地檢署從中量刑 但是本杰哥你知道嗎 最後他被判多久 殺人未遂 他最後要被判八個月 因為法官說 你這個不是殺人未遂 你看他拿了這個凶器 然後往你的脖子 也沒劃到大動脈 如果花到就是 殺人未遂就死掉了 然後挖眼睛 他說挖眼睛其實後來也是傷到了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們用的法條就把它變更掉了 他說你這個不是殺人未遂 你這個是傷害罪 所以呢只給了八個月 我今天被一個人又是出手 又是挖眼又是割好的 然後你到最後還給我變更法條 這差別在哪裡 差別說如果你要殺人未遂的話 你一定一定是重判 你沒有什麼 你最基本的刑度就是幾年起跳 但是你用這個傷害罪 那完全就沒事了 然後呢到目前為止喔 法官是跟他講說你要去跟被害人道歉 他說好好去跟被害人道歉 但是被害人根本沒有被他道歉 然後呢也不用和解 這件事情讓大家覺得你奇怪是你現在做壞事 也不用道歉 對 不用道歉 不用和解 法官八個月 對 你知道他有多惡劣嗎 那個時候呢 報案的時候呢 警察到現場之後呢 已經要跟你上銬了 這個人竟然拱到怎麼樣 警察上銬的時候還衝過去繼續踹 這樣子 你這樣子把他侵判 然後侵判八個月是什麼概念 侵判八個月之後呢 可能進去幾個月又回來了 回來之後 他跟你搭同一個電梯 他又跟你搭同一個電梯 你能拿他有怎麼樣 不能 我根本不用跟你和解 所以我今天去搭電梯 有一個人拿刀子 在我臉上又挖我眼睛又來砍我 結果那個人只要判八個月 而且他可能不用坐八個月 對 然後幾個月以後又回來了 然後呢 你的前案跟他已經沒有關係了 反正我一罪不二罰 我已經做完了 我今天回來 你今天住八樓 我今天住六樓 我每天就跟你登你的電梯 這個就台灣的社會 保護這些壞人 然後呢 你搭個電梯 只是提醒人家請他把口罩戴好 你又被挖眼 又被割脖子 然後呢 你到最後呢 你可能要搞到最後 算了 我搬家好了 這就是台灣的社會啊 只會保護壞人啦 你說這個東西 我覺得連地檢署 他們都受不了了 他們一定要提起上訴 如果你地方法院 你要侵犯這些壞人 你甚至可以隨便去更改 起訴法條 那以後大家在台灣怎麼做好人